其实也是我们昨天很夯的一个主题 对 这就是这个所谓的 绿口卡 我们绿口卡2019年自动加值10%又回来了 如果您已经 您是台信的全新户的话 请尽量就是保持这个资格 您有这张卡片就是一样 还可以再去做所谓的这个 自动加值10% 那每一个月可以自动加值一次 所以你去最多可以拿10次 所以就是500块钱 所以这张卡片如果你还是没有台信户的 台信信用卡的朋友 你还是可以就是保留这张卡片继续去使用 这真的还不错 对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就是 昨天很夯很夯的一个主题 对 这个不小心打错字 就是原口卡 但我现在已经更正了 这是绿口卡这样子 这个绿口卡呢 就是10%的自动加值回馈 这个是只有半年而已 但是这个有到10个月 所以如果大家是很喜欢 就是自动加值回馈的部分呢 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就是您还没有Richard账户的朋友 请赶快去办一个Richard账户 然后申请有悠悠卡功能的 这张卡片就是绿口卡 没有悠悠卡功能就是白狗卡这样子 好 拿到这张所谓的这个绿口卡 那你就可以 每个月都可以拿到自动加值10%这样子 好 这个还不错 这个张静怡有限制金额吗 什么意思 这个 他这个就是一个人一年 一个活动最多就是可以拿到 就是10次自动加值 那就是500块钱 所以如果您是台信的全新户的部分 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不办信用卡就先拿这张卡片了 对 影像卡卡 我真的不知道影像卡卡是什么原因 耶 呵呵呵呵呵 糟糕了 那这样子以后怎么剪啊 OK 不是新户小包包 对 AQQ 现在办应该也办不到白狗卡了 OKOK 那没关系 那就是都是都是绿狗卡就好了 对 也非常的好这样子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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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